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就当她的伴娘 凤三年前因肺癌过世 她悲痛万分 陈兰历39年前演唱琼瑶电影浪花插曲 浪花吹醒情人梦 同年 崔台经结束与中国眼镜公司三少东虚伪群的婚姻 付出发行浪花电影歌曲专辑 也包括浪花吹醒情人梦 造成一曲两版 外传崔抢了陈的歌 两人的经纪人夏宇顺成青 当时陈兰历从厉哥跳槽海山唱片 该曲版权在厉哥 崔在厉哥付出 顺势唱了该曲 并非抢陈的歌 歌词中 爱的梦纵然在美好 随着那浪花吹散了 符合崔当时失婚心情 每每唱到山然落泪 粉丝也心碎 让她成功翻红 陈兰历23岁就嫁给台时小生杨阳 婚后定居就金山 她决定付出 杨阳这次爱向随返台 她说 我从来不懂浪漫 她那时常出国演出 我每天电话关心 陪她聊天 陈妈妈觉得我务实体贴 才安心把女儿交给我 当时杨阳是台时小生 粉丝不少 很吃醋 她娶了陈兰历 前年陈兰历被案例为传道 预计今年6月 将完成美国佳音神学院的博士课程 她最近返台 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母亲生病 带给她很大的打击 也因此让她回到神面前 回想从小到大 她领受神很多的恩典 她愿意去回报 当她回头看 神带领她唱 葡萄成熟时这首歌 绝不是偶然 神早已预表她会回来 她分享自己信仰 心路历程时 坦言自己个性单纯 善良 但也任性 骄纵 她常想 我凭什么领受这么多恩典 她不过是个林家会唱歌的女孩 年轻时有这么多人喜欢她 歌又唱得很红 母亲一直宠她 先生对她很好 孩子又很听话孝顺 这些都是她不配的 也是还不完的 所以现在不论神要她做什么 她都愿意 也是应该的 陈兰丽在年轻当红时 嫁给知名小生洋洋 两人急流永退 离开演艺圈定居硅谷 三十多年来 不少观众对她歌声和娇柔的表情动作 仍难忘怀 当陈兰丽谈到自己信主的 经历时表示 从小到大 她母亲一直陪着她 和母亲的关系很亲密 她唱歌时 母亲担心演艺圈太复杂而跟着她 帮她处理很多复杂的事 她结婚后 母亲担心她在美国不会照顾自己 也跟着她住在一起 照顾她和她的家庭 孩子 先生对她也很丑 她过去的一生 几乎和母亲黏在一起 所以当母亲生病时 对她打击很大 让她很害怕 若母亲走了 我该怎么办 她小时候和哥哥子子去教堂 哥哥子子是受洗的天主教徒 她虽没有受洗 但会跪在床前祷告 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天父的关系 就像亲密的亲人 十几岁后 她远离了神 直到她到美国 在十几年前母亲生病后 陈兰丽想到她的父亲和子子已经走了 母亲也要走了 觉得自己仿佛被神遗弃 有人向她传福音 还对她说 乃信主后 当乃睁开眼睛 得到的平安喜悦 是任何宗教得不到的 惊人介绍她听流通牧师的每日灵修专线 被觉温暖 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回家了 在美国这段期间 她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安全感 像扶贫一样漂泊 以为是离开生长的台湾 后来才知道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离开了神 所以没有安定感 当她再次接触福音 觉得我回家了 从此就没有离开神 起初她没有回到教会 怕在人多的地方感到不自在 后来 方正牧师突然来找她 带领她觉知 方正是她很好的朋友 坚定地要她去教会 奇妙的是 她在马路上遇到郭小庄 郭小庄就介绍她去到一间教会 她很自然地就去了 也就信主受洗 因为母亲很爱她 她对母亲说 若您不信主 您以后找不到我 母亲为了将来能找到女儿 能与女儿在一起 就在病床上接受洗礼 陈兰丽说 母亲能信主 让她很感恩 我这辈子非常亏欠我母亲 她几乎都在为我而活 她从十几岁时不爱念书 又很叛逆 不听话 母亲一直为她担心 为她牺牲奉献 而她一直挥霍母亲的爱 对母亲很任性 又会顶嘴 如果母亲没有信主 她以后见不到母亲 她这辈子会带着遗憾 但是母亲信主 已经得到救恩 她知道有一天 会和母亲在相见 神也弥补她心中 所有的亏欠 不会让她觉得 要背负对母亲的亏欠 过一辈子 当她信主后 天父不断告诉她要做什么 她的心意是什么 她做什么事 都会一直想 如何满足天父的爱 陈兰丽也很感谢教会牧师 和弟兄姊妹 在母亲进出家户病房 到安息归主一年多期间 一直陪伴她 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刻 母亲过世后 她开始在教会服侍 神也不断魔素她 另一方面 她对神有极大的渴慕 每天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 在半年之内背了很多经文 从小不爱念书的我 对圣经的认识 却有极大渴慕 这对过去的 我是天方夜谭 不可能的事 神带领她读完 爱修园国际领袖学院的课程 毕业后受方正牧师之邀 到方正牧养的 洛杉矶艺人之家讲道 之后方正邀她继续 读美国佳音神学院博士班 我这辈子从未想过 会念神学实用神学 谭道被案例为传道 他说 当方正牧师说要为他案例时 他觉得不配 也向神祷告了一个多月 确认是不是我弄错了 就算我错 但葛牧师等多位牧师 应不会错 在祷告中 神要他牧养教会 他也觉得不可能 若只是在布道会或分享会中 分享还可以 要牧养教会并不可能 我愿意为神去做 但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怎么走 都在神的手中 也不是我预期的 目前陈兰丽在教会新人关怀服饰 也在创世电视录制细语新生 透过每集一首诗歌一篇短讲 带领人认识神 陈兰丽说 这么多年来 神给他很多恩典 也一直装备他 他从未想过会念硕士 当传道人 更何况是独博士般 陈兰丽说 未来神要他待在家里当主妇 他感谢主 在教会成为普通姊妹 他也感谢主 神要他当传道人 也感谢主 要他到处传福音 他都感谢主 陈兰丽深信如今所有的经历 将来都要为神所使用 直到见主面的哪天 前段时间 陈兰丽刚和老公杨阳去夏威夷度假 二人坐在海滩边的长椅看美丽夕阳 陈兰丽突然感性地握住老公的手说 希望我们能这样再过三十年 老公听了也好感动 难得回台湾 杨阳 陈兰丽夫妇 昨和媒体畅谈近况 她自认好幸福 有个真心的人陪在身边 我很感恩 老公也得意笑说 奶的选择是对的 陈兰丽备受老公疼爱 从演员身份转变成中医师的杨阳 悠悠默妖公指陈兰丽现在看起来仍年轻漂亮 都是因为她 陈兰丽却透露 有时身体不舒服 会偷偷隐瞒不说 就怕老公逼她吃药 帮她针灸 因为她最怕痛 陈兰丽回忆 是三岁时和同学去看电影 当时已是大明星的杨阳 刚好坐在他们前几排 她很调皮地拿话没丢她 为了多做公益 金牌经纪人夏宇顺 终于说服前程基督徒的陈兰丽 在拿麦克风唱歌 预计今年暑假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场 为此 之前二人还先相约在旧金山的日本城唱卡拉OK 才唱五分钟就知道陈兰丽歌声绝对没问题 对付出演唱 陈兰丽不会紧张 蛮淡定 虽然她也会担心自己没以前漂亮 年轻 但她说 我多了感情和岁月经历 陈兰丽已受邀参加台式除夕特别节目录影 昨天是穿林丽帮她准备的多套礼服 她将献唱葡萄成熟史 世界像一座彩屋等十八分钟组曲 夏宇顺说 陈兰丽肯再出来唱歌是打破神话 她则笑说 是听神的话 是神靠我叫我唱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待